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這一張 這個名副其實的相似型 那目前的課綱呢在介紹相似型的時候呢 他們為了要導引出這個相似的概念 那大部分是用縮放 縮放 大部分是用縮放這個詞來去描述相似的概念 這個我們在這裡也稍微的介紹一下 也就是說呢如果我現在有一個圖形 這樣子的一個圖形 我們以想像那個國小做過的那個光源的 成影子的那種實驗 那我在這裡有一盞燈 那這樣他就可以投印出一個影子嘛 對不對 那我假如這裡做一倍 這裡也做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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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裡就會產生出一個 跟前面這個三角形造型上一模一樣 就是樣子很像 但是就是大一號 這樣子的三角形呢 他就是縮放兩倍 那附帶一題 有的學生 這個對題目的 遲疑 來自於老師不知道的地方 那比如說縮放兩倍 到底是縮兩倍還是放兩倍 就是放大兩倍 也就是說縮放就是變 可以嗎 就是變兩倍 這樣 所以我也可以講縮放0.8 那縮放0.8是縮還是放 他就是變0.8倍 那是縮小沒有錯 然後呢這個我們以前會講放大放大 那因為口語上這個多一倍 是指乘以2 那放大一倍 好像也是乘以2 但是在這裡我們一律用這個縮放這個詞 我假如說縮放兩倍就是乘以2 縮放三倍就是乘以3 假如我寫縮放一倍 雖然不太會這樣講 但是如果我真的講縮放一倍 那就是乘以1 就沒有再多加1 跟這個口語上有一點落差 這是附帶一題 那現在呢這個 我們把這個東西放大了之後 這個圖形跟這個圖形我剛剛講 他的造型上是一樣的造型 只是放大一號 那這樣子就叫做相似型 可以嗎 就不是我們上 那個上個學期學到全等 全等是完全一樣 那他沒有完全一樣 但是他很像 所以就叫做相似型 那在這裡我們就直接切入到這個 相似三角形 那剛才講到這個縮放這件事情 可以做一塊很快的做一下簡單的證明 我剛剛說我這個是抓一倍 那所以我可以證明出 黑的長邊是短邊的兩倍 1比2是1比2 對不對 這個我們前面在那個三角形結等比例線段的地方 已經證明過了 所以同樣的粉紅色也是變兩倍 然後橘色也是變兩倍 那這樣這兩個三角形我們就稱為相似三角形 可以嗎 那既然因為克剛是從這個 縮放開始的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介紹相似型 是先介紹 整個相似的概念 而不是先從相似三角形開始 所以我們其實在課剛裡面會先學到這個 相似的多邊形 那在這裡也順便介紹一下 就是說如果兩個多邊形 凸邊形 要相似的話 第一個是腳要一樣 內腳全部都要相同 第二個條件是這個邊長要成比例 這兩個條件要同時成立 他才會是相似的 凸多邊形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矩形 有個正方形 假如說這是一個正方形 那我要跟他相似 那 造型上是一樣的 只是大一號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想當然他的 這個相似的那個也是正方形 那你看我 首先我剛剛說腳要一樣 那如果我今天腳有一樣 可是我的 邊長的縮放是不一樣的 那他有沒有相似 這樣想當然就沒有 所以說光是腳一樣是不夠的 邊長要有固定的比例 這點也很重要 那是不是邊長是固定的比例 就可以呢 那你看假如說我今天 我這個 好 假如說今天我一樣是這個正方形 那我邊長全部都 都 1.5倍好了 那本來他1.5倍之後 應該會變成是這個 這樣大概1.2倍 我就要大概1.2倍 假如說他的相似的正方形 好 腳也一樣然後我們假設他這樣子邊長是1.2倍 好 是你現在看到這個正方形的話 那我今天如果拿掉腳相同的這個條件 我只要邊長1.2倍呢 他很有可能會變成這樣子嗎 這樣 好 你四邊相同我也四邊相同 零形四邊相同 對不對 那所以我現在四邊是 仍然是他四邊的1.2倍 那他會是他的相似型嗎 就不會 所以說邊長 好邊長要乘等比例 那這個乘等比例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每邊都是你的1.2倍 如果今天他不是正的 我們畫一個 比如說如果他是這樣 像這樣子 那我每一邊都要變成他的 比如說兩倍的話 那這一邊要變兩倍 這邊要變兩倍 這邊要變兩倍 這邊要變兩倍就過來到這邊了這樣 那這個就是 說明我所謂的這個邊長乘等比例 也就是說 兩個多邊形 他每一個對應邊 都有一個比例 那那個比例要一樣 然後內腳要都完全一樣 四個內腳 你四個內腳幾度 我四個內腳就幾度 對不對 你看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這樣 有符合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的突多邊形 我們才會稱為是相似型 好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三角形是一個特例 三角形只要這兩個條件滿足一個 另外一個條件就一定會成立 並不是說這兩個條件有滿足一個 另外一個條件沒有滿足沒關係 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而是說這兩個條件 只要我已經知道有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會跟著一起成立 所以三角形的證明的時候 內腳相等和邊長乘等比例 你只需要抓一組就好了 好 那這個 其實證明我們可以用類似像剛才這樣子 相似 這個平行線的結等比例線段來證明 那我們就順便來看看三角形的 相似的原理 好 三角形的幾個相似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稱為AA相似 好 那這個命名的方式跟全等一樣 A是指角 也就是說兩個角 如果兩個三角形 它有兩個角一樣 它就相似了 那這個又稱為 好 AA相似 好 那這樣講 可能就大家就比較好想 如果你全等那邊有學的比較好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在全等的時候 我們不是學了SSS 對不對 SSAS AAS RHS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有說 三邊如果相等的話 是全等三角形 可是那三個角相等呢 就沒有一定會全等 因為它可能怎麼樣 剛好大一號 那這樣是三個角還是會相等 那既然說三個角相等 可能是大一號 也就是相似 那因為三角形 三個角合起來180 所以其實我實際上只需要 兩個角相等就好了 第三個角就會跟著一起一樣 因為 假如說我這個是70 這個是50 那你這個也是70 這個也是50 那我這個一定60 你這個一定60 對不對 所以AA相似就可以了 就是說兩個角知道 第三個角就一定會知道 那 為什麼這樣就會相似呢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 方式去推論啦 既然我已經知道它三個角一樣了 我把其中一個角併上去 假如說我現在有兩個相似型 一個大的是 大的是橘色 小的是 小的是紫色這樣 那既然我已經知道它三個角一樣了 我就把這個紫色挪過去 角一樣齁 什麼是角 角是兩夾邊夾出來的嘛 所以既然你的角一樣代表我挪過去的時候 我一邊貼到你的一邊 我的另外一邊會剛好也貼到你的另外一邊 這樣就是我腳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其實我只要一個就好了 那這樣我就可以知道怎麼樣 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對不對 那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那我們透過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就知道這一邊比這一邊 是這一邊比這一邊 是這一邊比這一邊 對不對 那它就同時符合了 我們剛剛講相似怎麼樣 三個角相等 三邊層等比例 你看這個我就 這裡的證明我都不寫 就是說你了解就好了 因為它 我們實際上是要拿來使用的 那它的推路很簡單齁 只要我們前面那個 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的基礎有打好的話 這樣可以嗎 這是AA相似啊 那如果今天是三邊一樣 不是三邊一樣 如果今天是三邊層等比例的話 注意喔 SSS是全等 但是在這裡呢 也可以用來講相似 那它全等的時候是三邊相同 就是全等 那這裡的 SSS相似呢 是指三邊層等比例 那三邊層等比例 本來就是我們在講相似型的一個條件嘛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去證明說怎麼樣 三邊層等比例的話 它三個角一定會一樣 就是說 我先利用AA 找到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一邊 剛好跟它是2.5倍 的話 因為它會相似 所以三邊都是2.5倍 那接著回過來看 你跟我說 你有一個三角形跟它 跟它不知道相不相似 但是三邊都是2.5倍的話 那你現在的三邊 應該要跟我這三邊是 同樣的三邊嘛 那這樣子的話 也就是我們兩個是全等的 是同一個三角形 那既然我的腳跟它是一樣的 你的腳就跟它也會一樣 透過這樣子來去證明它 那最後一個我們來 證明 也是很容易證明的就是 所以這個相似型的證明一般來說 不太 這三個基礎性質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不太會考 也不太會教 因為很簡單 就是S 第三個相似型 是SAS相似 那要注意 當我們在講相似性質的時候 看到的S 不是指等長 如果全等的話 就是指等長 SAS也是全等 對不對 它是說 如果兩夾邊相等 而且夾角又一樣的話 它就是全等三角形 那我們在相似型裡面看到的S 都是指比例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的是說 如果兩夾邊有一個固定比例 而且夾角一樣的話 那它就會是相似型 那這個很簡單證明啦 就是一樣 我有一個 大的咖啡色和小的橘色 我假如說我這邊跟這邊都是1比2 1比2 也是2.5好了 如果說這邊跟這邊是2.5倍 這邊跟這邊也是2.5倍 可以嗎 然後這個腳一樣 那我們就像剛才這樣子 把這個腳貼上來這邊 一邊貼在這裡 那另外一邊就在這邊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如果我讓對應邊有對到 也就是說 這邊剛好就是 差不多在這裡吧 我讓這邊比這邊 和拉過來的這邊比這邊 都是2.5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就利用平行線結等平行線上 可以證明 這條跟這條平行 也就是這兩個腳一樣 這兩個腳一樣 那就用AA相似就證出來 那第三邊當然也會是2.5倍 可以嗎 所以說其實主要的證明都集中在 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那我們相似這邊呢 就要開始來使用它 比如說像這樣子 如果我已經知道D1平行PC了 那請問這樣D1多長 那這個我們前面看過啦 怎麼樣 2比要注意不是3 3是這一個嗎 這個是5 對不對 所以D1是多少 5分之2的14 所以是5分之28 下面這個問題是SAS 相似很容易出現的問題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併在一體裡面來看 就同時介紹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三角形ABC 好 如你所看到 他問的就是說 當BD是多少的時候 那你注意看這裡 他相似他是 ABC相似AED 也就是說 B ABC對到的是 AED B對到的是E D喔 C對到的才是D喔 可以嗎 換個顏色 換濃一點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相似型 在這裡就順便介紹 相似型跟全等的使用是有一個相同的特色 就是我們在全等的時候介紹到說 你如果寫三角形 ABC 全等於三角形 C D 比如說這樣 那麼對應角A就是對C B就是對D C就是對E 然後對應邊AB就是對CD BC就是對D AC就是對C 這樣 可以嗎 好 那這相似型也是一樣 當我這裡寫 ABC相似於AD的時候 代表對應角A是A 沒有問題 B是跟E一樣 C是跟D一樣 然後對應邊也就是那個 乘固定比例的邊 是 AB和AE 的比例會和 這個 BC和D的一樣 然後會和AC和AD的一樣 AD對AC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一題的解答就是從這裡來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呈現這種相似的話 那麼要注意 我們把第一色X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並不是5比X是6比9 不是 也不是5比5加X是6比6加95 也不是 也不是 而是說怎麼樣 我們剛剛講 橘的 A A到橘的B會等於 比上A到橘的E 也就是5比5加X 不對 跟著 AB是5加X 5加X比上6 AB比AE 要會等於 AC比A租 那AC是15 A租15 可以嗎 所以說在這裡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前面這個是後面的3倍 前面這個是後面的3倍 所以這應該18 這樣解出來X其實是13 那他這個三角形我們畫在另外畫出來看看 我們可以把不容易分辨的三角形拉出來 我們在上一集介紹這樣子 把他拉出來的話 那你會看到呢 這個三角形 A D E 5 6 和這個咖啡色的 就是橫的這個 那另外這個呢 是15 18 和這個 然後他們共用中間這個角 那這就是SAS的相似 也就是說 5比到的是 其實是這邊的15 5比15 6比18 這樣子 翻過來 所以他其實沒有平行喔 這條線沒有平行 因為這 這個腳 這個腳 他不是跟這個腳一樣 他是跟這個腳一樣 然後這個腳 是和這個腳一樣 這樣 可以嗎 但是呢 如果今天 我如果希望他是 ABC 會相似於ADE 也就是說 D是對B C是對E 那就代表說 我這個腳要一樣 也就是說代表這個地方要平行 雖然圖看起來沒有 但是就是說 如果要讓他平行的話 那要怎麼辦呢 那其實這樣就相對來說簡單啦 就是說這裡是6比9 6比9 會等於5比多少 多少 2分之3倍嗎 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用對應邊比 先寫6比15 6比15 會是5比多少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會是2分之5倍 所以是2分之5 12.5 所以這個地方是12.5 也就是說 X是7.5 7.5 這樣 就是這一題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剛才 如果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條就會平行 然後這邊就是對這邊 這邊就是對這邊 好 剛才的那個是翻過來的 那其實我們如果你有平行的話 那你也可以像剛才這樣6比9是5比7.5也是可以的啦 只是這樣子的寫法就沒有用到那個 相似三小型對應邊 而是用平行線結等比例線段 當然當然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OK 來看這一題 如果今天ADFE是正方形 然後他在這邊併了一個 BCFE是矩形 並出來整個矩形ABCD會和這個BCFE互為相似 互為相似就是四個腳要一樣 那他們都是矩形或正方形帶四個腳是一樣的 然後四個邊要呈比例 那因為他是矩形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他的他的寬比長要會跟整個寬比長是一樣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請問AB比BC是多少 那因為這一題我們以前看過啦 所以我就直接解了 就是說呢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可以把寬比長比 你可以寫成ABB 但是我建議是寫E比X 如果寬比長是E比X的話那麼這邊寬比長因為是相似嘛 也會是E比X 所以這樣你會取得你的這個長其實是X平方 然後又因為這邊是正方形 這個X這個就X啊 這個就X啊 所以你會得到X平方是X加1 那麼所以 X平方減X減1得於0 2分之1加減更號5 負的不合 所以是2分之1加減更號5 所以是2分之1加減更號5 這個就是最後的這個X 那同時也就是他的長寬比 寬比長 他這個編長的比例 是1比X 對這個題目問AB比 BC嘛長比寬啦長比寬是 2分之更號5加1比1 OK 那如果你當初設的其實是A和B的話也是可以解 A比B這邊又是A比B嘛 那所以這個會是A分之B平方 有看出來嗎 B是A的A分之B倍嗎 那這個乘上A分之B倍是這樣 這樣他比他是不是就是A比B 對不對 那說 在旁邊寫一下 A分之B平方比B嘛 那你把它同層A同層B啊 同層B 同層A 所以就B比A 他的長比寬是 B比A 那所以這樣子同樣的這個B這個就B 這個就B 就得到A分之B平方是A加B 然後同層A 你會得到B平方會等於 AB加A平方也就是B平方減 AB減 A平方等於0 好那 這樣 對學生來說比較不好解啦 但是其實做法一樣啦 就是把A當常數 把A當一單位 再解這個一圓二次 所以解出來還會是這個 用配方法的方式去做 我就不做了 那麼 我們這次的作業 聽說現在的學測 那個會考 會考Fashion 所以 推論要會 要會推論 那也不只是為了考試啦 是為了讓學生更 融會貫同 了解自己學了什麼 那我們就想跟上到這裡 那也不說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谢谢大家